我老公是个妈宝男 对婆婆言听计从 母子俩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同仇敌开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掌控我 开玩笑 谁还不是家里的宝贝了 身为隐藏的爸宝女 当天我就把我爸接了过来 过日子嘛 人多才热闹 刚度完蜜月回到家 陈明就通知我 我妈过两天搬过来和咱们一起住 是通知 不是商量 我当即皱起了眉 这是怎么没提前和我商量 陈明依附理所当然的模样 那是我妈 我是她儿子 她来儿子家里住 还需要和谁商量吗 可是 况且我妈一个人抚养我长大不容易 如今可算是盼着我成家了 以后我就是她的依靠 她不投奔我 还能去找谁 陈明摆了白手 一脸的不耐烦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说完转身进了卫生间 独留我一人生着闷气 我和陈明是相亲认识的 眼看着我年近三十 还孤身一人 家里亲戚都十分着急 赶上过年回家 直接将我围在中间 开始车轮战 势必要说服我 我爸在一旁想要插话 都没找到机会 原本我也没当回事 亲戚间的唠叨而已 虽然不怎么顺心 但是也都是为我好 忍一忍就过去了 直到姑妈说了一句话 你爸这些年又当爹又当妈 养你不容易 他一个大男人这么辛苦 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你 你有个依托 你爸才能放心 难不成你要看着他这么大岁数了 还要天天操心 你这些事吗 我下意识地抬一眼看向我爸 目光落在了他的病角 那里有些花白 他的腰杆也变得有些弯曲 他一笑 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 我爸已经不年轻了 甚至比同龄院看起来 还要苍老一些 都是因为我 为了我 他才如此辛苦 想到这里 我胸口有些顿痛 碰巧姑妈说了一句 就去见见 不合适再说 我想都没想 点了点头说 好 姑妈没想到我一下子就同意了 欣喜若狂 当即联系对方 安排见面的日子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见面 第一面虽然不够惊艳 但是交谈下来 倒也还算舒服 接下来的事情便顺理成章 确定关系 约会 见家长 商量结婚的事情 那时我还不知道 他是个妈宝男 见他也是单亲家庭 多了一些共鸣和理解 两个不完整的家庭 或许能凑成一个完整的大家庭 所以即便他妈给我的感觉 不是很好 还总是名利案里的 示意我应该多多照顾他 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反正婚后 大家不在一起过 没必要为了一些小事 闹得不愉快 但是事实证明 我错了 我只是家庭不完整 陈明他压的是脑子不完整 有坑 婆婆是长辈 长辈要来 我不好拒绝 只能忍着气 先去收拾客房 刚收拾到一半 陈明走了进来 你干什么呢 你不是说妈要过来住 我把房间先收拾一下 我解释着 结果陈明当即皱起了没 不用收拾 我妈和咱们住一个房间 我以为我出现了幻厅 大脑险些当机 缓了好几秒 仍旧不敢相信 你说啥 我从小就是和我妈一起睡 我妈担心我睡觉不老实 剃被子 她得给我盖被子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习惯了 那出去度蜜月这一个月 你妈也没跟着 怎么不见你着凉呢 晚上睡得像是死猪一样 呼噜打得震天响 看着她一脸理所当然的模样 我心里的怒火 已经快要控制不住 喷涌而出 我深吸了口气 忍了又忍 强行将怒火忍了回去 点了点头道 行 随你 说完我转身走出客房 没想到我的容忍 竟成了她不要脸的资本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回到卧室 我当即给我爸打个电话 爸 江湖救急 第二天陈明下班回到家 刚一进来 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 爸 你怎么来了 我爸穿着围裙 笑眯眯的看着他 我来看看你们俩 快洗手去 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陈明皱着眉 拉着我进了卧室 刚关上门就质问我 刘曼 怎么回事 你爸来了 怎么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 那是我爸 我是他女儿 他来女儿家小住 有什么问题吗 况且我爸一个人 抚养我长大不容易 如今可算是盼着我成家了 以后我就是他的依靠 他不投奔我 陈明一脸猛 这话听得有点耳熟 我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况且这房子 是咱们两家一起买的 总不能你妈能来 我爸就不能来吧 我不是 陈明还想要说些什么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随后传来我爸的声音 出来吃饭了 来了 我应了一声 顺手打开门 陈明的话卡在嘴边 怎么也说不出来 只能憋着气 不情不愿地走了出来 结果到了餐桌一看 他的脸又搭搭了下来 爸 怎么都是素菜呀 一点肉都没有 我爸笑了笑 慢慢说他要减肥 晚上不能吃肉 陈明不服气 可是没肉我吃不下去饭 这样啊 我爸摸着下巴 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拿走了他面前的那碗饭 既然吃不下 那就不要勉强了 陈明人都傻了 爸 你不用担心我 我不会为了这点小事生气的 我爸笑眯眯地打断他的话 神情意味深长 你说呢 陈明 看着他憋屈地 说不出话来的样子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连忙端起碗 装作巴拉饭的模样 以免被发现什么端倪 吃过晚饭 我路过书房 听到里面隐约传来 陈明哭诉的声音 妈 你快来吧 他们父女俩合起伙来欺负我 我听了 直接笑了 欺负 也不知道是谁欺负谁 明明是你先不仁 现在居然好意思怪我不义 走着瞧吧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 陈明早早地出了门 去迎接婆婆 直到快下午才回来 婆婆一进门就皮笑肉不笑 哟 亲家 你也来了 我爸微笑面对 孩子想我了 就来看看他 说着又连忙招呼 亲家母 别在门口站着了 快进来就当自己家 我爸这一招先发制人 直接把婆婆堵得面红耳赤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扔下一句阴阳怪气的哼 抬脚走了进来 我在一旁冷眼看着陈明 把他的行李搬了进来 就一个大包 没其他的了 看样子是来得匆忙 其他的东西还没来得及收 这样也好 省得到时候来会折腾更麻烦 婆婆进门之后 往沙发上一坐 便开始指点江山 儿子 把行李就放在你的卧室吧 也方便 好嘞 陈明满口答应了下来 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还对我露出些许挑衅的目光 我笑了 你就嘚嘶吧 一会就让你哭 果不其然 陈明刚进去 又匆匆地跑了出来 刘曼 里面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眨了眨眼 一脸无辜 探头往里面瞅了瞅 没什么问题啊 还没问题 陈明眼珠子都快蹬到我脸上了 哪来的小床 哦 你说那个呀 我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摆了摆手 笑得十分和善 这不是你说 晚上妈要陪着你睡 我想着咱俩的床不够大 就买了小床并在一起 也方便不适 那为什么有两张小床 陈明磨着牙花子 脸皮都在抽抽 而且你爸的行李 怎么也在里面 当然是因为我需要我爸 我耸了耸肩 也很无奈 这么多年 都是我爸给我讲故事 哄我睡觉的 习惯了 没有逃我睡不着 陈明怒了 怎么可能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摊开手 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我和你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我都没这么激动 你激动什么 你 看着陈明说不出话来的模样 我笑得更甜了 甚至主动接过整理的火 力求在婆婆面前 好好地表现一下 哦 至于为什么 他们母子俩的脸都绿了 谁知道呢 大概是吃多了菠菜吧 我哼着小群 麻利地将行李帮他们收拾好 也方便他们两人凑在一起 好好商议商议 既然战争已经打响了 那就别客气了 势军力敌才好玩 不然岂不是很没意思 婆婆来了 陈明的腰杆明显地直了起来 毕竟她可以吃自己想吃的菜 只是 亲家母 不好意思 这是我买的 准备给曼曼炖汤的 我爸客气又礼貌地 拿走了婆婆手上的鸽子肉和海参 叹了口气 一脸的心疼 曼曼这孩子 被我宠坏了 嘴叼 吃东西特别挑剔 婆婆的脸黑了 深吸了口气 挤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都是一家人 坐在一起吃饭 给曼曼吃 不就是给小明吃吗 话是这么说 可是 我爸一脸为难 陈明不是对香菜过敏吗 我家曼曼啊 就喜欢吃香菜 这不 味道扑面而来 婆婆当即捂住嘴 呕了一声 没错 陈明对香菜过敏 就是遗传自他妈 我爸健壮 皱着眉 很是惆怅 看你这样子 怕是不能一起吃了 还是个做个的吧 你要是想吃这些 我爸抬起手里的菜 试一了一下 诚心地表示 我一会儿把地址告诉你 你去买 提我的名字还能打折 亲家 你这 怎么了 我爸装无辜的时候 比我还要纯粹 难道陈明没钱了吗 不会吧 年纪轻轻 连买菜的钱都没有 我不信 说完 转身进了厨房 婆婆站在原地 连比那袋子香菜还要绿 我在一旁看戏 看得贼乐呵 我俩出去蜜月刚回来 原本冰箱空空如也 没什么食物 如今这满满一冰箱的 蔬菜水果肉 都是我爸亲自挑选 一样一样塞进去的 陈明和他妈想吃 没问题 但是只盯着贵的好的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别人不发火 就当别人是傻子 不知是不是被我爸的话 刺激到了 婆婆只给陈明 炒了个西红柿炒蛋 一张桌子 无形中划分了储和汉戒 相比我这边的三菜一趟 他们奴子二人的伙食 显得油味寒酸 我能明显地感受到 对面时不时投向我的白哑 然而我无动于衷 无能狂怒罢了 无伤大哑 他们越生气 我吃得越开心 一顿饭 我和我爸边吃边聊 气氛很好 我爸心善 不愿冷落了他们 时不时地和他们搭一句话 婆婆脸色不好 碍于面子也不好不回应 每次都是皮笑肉不笑的回话 也是难为他了 至于陈明 妈妈在这里 妈宝男自然就变成了乖宝宝 屁都不放一个 我不以为然 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少 在看似平和 却又透诡异的气氛下 一天过去了 很快到了晚上休息的时间 好戏才刚刚开始 深夜万类俱进 我和陈明躺在床上 我爸和他妈 分别躺在我们两侧的小床上 进屋的时候 婆婆装模作样 对着陈明嘘寒问暖 仿佛他不在的这段时间 我就是那个吸人精气的女妖精 差点害死他的宝贝儿子 那一番爱怜疼惜的模样 看得我牙花子直腾 连忙寻求亲爹的安抚 于是在我们都躺下之后 我爸清了清嗓子 从枕头下面掏出来一本 鬼故事 生情并茂的讲了起来 不得不承认 我爸虽然年近六十 但是嗓音依旧浑厚 充满了磁性 他压低声音讲故事 更是别有一番异味 当然这仅仅是对我 而我背对着的那母子俩 虽然我看不到 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他们已经吓得瑟瑟发抖 床都晃悠了 我捂着嘴 偷偷的笑了笑 我爸讲鬼故事 那可是很有一套的 当初姑姑家的表弟多淘气 谁说都不好使 我爸一个鬼故事讲完 吓得他哭了一夜 一直哭到天亮 鸡都不敢打鸣了 熊孩子都能收拾了 更何况那两个伙 婆婆似乎是有些受不了了 颤颤巍巍的开了口 亲 亲家 我爸正在信头上 没听到 还在讲 婆婆见状 深吸了口气 他下意识一挥巴掌 把他妈一笔豆抽趴下了 趴 那一刻 整个屋子都安静了下来 我们谁也没说话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半 不知过了多久 婆婆阴沉着脸 愤然起身走了出去 妈 妈你听我解释 陈明慌慌张张的跟了出去 他们走后 我和我爸对视一眼 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婆婆很不爽 毕竟换作是谁被打了一巴掌 心里都不舒坦 尤其是当着我们的面 尤其还是他亲爱的儿子动的手 这对他而言 简直就是奇耻大乳 他憋了一晚上的火 无处发泄 终于等到天亮 见到了我 找到了宣泄口 妈妈 你都结婚了 也应该懂得 怎么做一个好妻子 你看看这些衣服洗的 都是什么呀 一点也不干净 赶紧拿回去重新洗 记得 一定要手洗 用手好好搓 婆婆一边说着 一边将晾衣架上的衣服扯下来 丢到我的怀里 我垂眼一看 冷笑一声 手一松 衣服便掉在了地上 妈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 见我将衣服丢在地上 婆婆就像是 斗圣了的母鸡一样 顿时昂首挺胸 威武雄撞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 就要开始驯化 然而 他还是晚了一步 我爸来了 怎么了这是 衣服怎么都丢在地上了 见我爸来了 婆婆只好 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翻了个白眼 哼了一声 我不过是看这衣服 洗得不干净 说了他两句 他就不高兴了 亲家 不是我说 你家姑娘这脾气 也太大了 这要是让外人见了 都得笑话 听着他拿枪拿掉的 阴阳怪气 我爸并不生气 反而笑了笑 面带歉意 这衣服都是我洗的 亲家母 你要是觉得我洗得不干净 不如你亲自示范一下 我也好学习学习 怎么样 你洗的 婆婆瞪大了眼睛 懵了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我爸依旧是一脸温和的笑容 我家慢慢从小被我宠着 不会洗衣服 洗衣机也刚好坏了 我这个当爸的 自然得帮他 哦 对了 说到一半 我爸突然转身离开 婆婆站在原地 不明所以 不一会儿 我爸去而复返 将抱来的东西 往他怀里一塞 你这是什么意思 婆婆看着怀里的衣服 脸都黑了 你不是觉得我洗得不干净 正好 你儿子的衣服还没洗 你给洗了吧 给我们打个压 我们也学习学习 我爸语气太过诚恳 眼神真挚 婆婆气得脸都红了 愣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抱着衣服 气鼓鼓的离开了 望着他的背影 我和我爸对视一眼 笑得差点直不起腰 至于地上的那些衣服 不喜欢就扔了 再买新的 我爸揉了揉我的头 眼中沉满了心疼 我女儿还有我宠着 我点了点头 眼底也慢慢的有些湿润 无论何时 总有一个人不问原因 坚定无疑的站在身后 这就是给予我最大的勇气 我和我爸收拾一番 便出了门 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一进门 原本聊天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抬眼一看 陈鸣奴子两人 正直勾勾的盯着我们 准确的说 是盯着我们手里的购物袋 婆婆的眼睛都绿了 慢慢你都已经成家了 怎么花钱还这么大手大脚 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你这样 以后可怎么过日子 要不这样吧 以后你的工资也交给我 我来分配 保证让你们吃喝不愁 还能存下钱 说了这么多 我倒是抓住了其中的重点 也 合着陈鸣的工资 已经被他拿走了 得知这一消息 我默默的在心里 问候了他的祖宗十八代 当然面上还是一片 岁月静好 尊老爱幼的温和模样 我对着我爸使了个眼色 我爸心领神会 他上前一步 握住婆婆的手 上下晃了晃 亲家母 要不说咱们能成一家人呢 都想到一块去了 慢慢的工资 一直都是我保管着 我业余时间炒炒股 买买基金 这些年也挣了一些 正好 陈鸣工资也拿来 我帮着一起弄 放心 我炒股有经验 绝对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看着我爸一本正经的模样 婆婆皮笑若不笑 坚定的将手抽了回去 义正词严的拒绝 不必了 我儿子的工资 还是我这个当妈的 拿着最保险 他调转目标又要对准我 可惜 我爸就是盖世英雄 总是在关键时刻 挡在我面前 亲家母说这话 就是不相信我了 我不是 哎 没关系 我明白 没等他说话 我爸摆了白手 长叹一口气 虽然说是一家人 但是若是做不到真心接纳 也没用 你们心里不把我们当回事 我们也不愿你们 然后他示意我说 慢慢 把给他们买的礼物拿出来 买都买了 该送还得送 我点了点头 找出其中的两个袋子 递了过去 这是我爸给你们买的礼物 然后我又指了指其他的袋子 这些也都是我爸给我买的 他花了钱 包括家里吃的菜 肉 水果 都是我爸这次过来的时候买的 他挣的钱不多 但是为了让我和陈明过得好一些 愿意付出所有 你们若是嫌弃 我也无话可说 婆婆文言 脸清一阵红一阵 好不精彩 陈明连忙上前打圆场 爸 慢慢 你们别误会 我妈没有别的意思 他就是担心 万一钱都被股市套住了 每天急用钱 我们拿不出来而已 而且我们怎么会嫌弃呢 这可是爸专门为我们挑选的 我们喜欢还来不及呢 这样的解释 听着都挺累 我懒得搭理他们 嗡了一声 掺着我爸回了房间 关上门 我俩对视一眼 捂着嘴 悄悄地笑了起来 开玩笑 我爸退休金多的是 炒股也赚了不少 这些钱对他而言 只是洒洒水罢了 至于他们怎么想 估计会因为良心谴责 难受一会儿了 希望他们半夜醒来 想起我的话 能抽自己一巴掌 说一句 我可真该死啊 出去捣水的时候 陈明凑了上来 压低声音说 媳妇 之前的事情你别放在心上 我妈也没别的意思 她就是希望咱们过得好 我披了她一眼说 之前我确实是没放在心上 但是现在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的工资是怎么回事 啊 那个 陈明挠了挠头 左顾右看 就是不正面回答我 见此情形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冷笑一声 陈明 你可以呀 原来早就开始算计我了是吗 你把工资给你妈 日常开销生活用度的钱 都让我一个人出 是吗 当然不是 陈明连忙白手否认 就在我以为 她能说出什么好听的话来的时候 她又开始挑战我的耐心 我妈说了 她都是为了咱们好 毕竟咱们年纪小 花钱大手大脚的 攒不住钱 况且咱们结了婚 就是一家人 还分什么你的钱 我的钱 都是咱们的钱 我妈还说了 我的工资攒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你的工资要是不愿意交给她 就当做生活费 这样多好 好 我微眯着眼睛 打亮着她一脸兴奋的模样 半晌 我轻蔑地笑了 好你买了个腿 刘曼 你 我什么我 算盘珠子都快绷到我脸上了 真以为全天下 就你和你妈长脑子了 想算计我 门都没有 既然你觉得你妈说的都是对的 那你和你妈过吧 别再祸害其他人了 说完我一把将她推开 冷着脸回了房间 至于她和婆婆怎么想 谁在乎 我爸在家里住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 我们就像是划分了两个阵营 彼此之间你来我往 明刀案件没完没了 各自伤亡都不严重 也不对 陈明挺难受的 因为他妈和我爸的介入 我们睡觉从来都没少于三个人 这种情况下 想要夫妻生活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可怜陈明不过才30岁 就已经过上了 别人八九十岁才能过的官居的生活 一下子少走了50年的弯路 年轻人火气壮 憋得久了 容易上火 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了 找了个借口 将他妈和我爸都直了出去 拉着我进了房间 想要讨论一下生活的真谛 我没拒绝 虽然他人不行 但是其他地方还可以的 我是个正常的女人 也有着正常的需求 况且我们结婚了 也算是我花了钱的 不用白不用 就在我们气氛酝酿的刚刚好的时候 卧室的门突然被推开 吓得我连忙将她推开 我们眼睁睁的看着婆婆走了进来 说外面有点冷 我找件衣服 说着她目光从陈明的脸上 转到了我的脸上 我清楚的看到了她眼中的鼻翼 仿佛我不知廉耻 慢慢妈知道你们年轻 但是也该注意一下 我儿子每天工作那么辛苦 周末好不容易能休息休息 你别总是缠着她 我缠着她 疼了一下 我的火气瞬间冒了上来 等到婆婆走后 陈明还想凑上来 我按着她的脸 将她扒拉到一边去 慢慢她还一副无知的样子 我看着更冒火 她无知 表示她对她妈刚才说的话并没有意义 果然花钱买醉瘦 说的就是我 没听你妈刚才说了吗 让我不要总是缠着你 离我远点 说完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转身走了出去 身后陈明还想解释 我却一个字都不想听了 我爸要走了 老家出了点事 需要她回去解决 我送她离开 假装没看到 他们母子脸上隐藏不住的得意 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 想得美 我回来之后 没在客厅见到他们 靠近卧室 隐约听到里面传来声音 她爸走了 这回没人给她撑腰了 儿子 你的机会来了 一定要抓住机会 趁着这几天 好好给她立立规矩 让她知道怎么当媳妇 沉迷愚蠢的声音响起 那我该怎么做 她都不搭理我 啊 啊什么呀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毛病都是惯出来的 一会儿你就找个油头 让她干活 她要是不听 你正好有理由揍她 这段时间 咱们母子俩受了多少气 一定得找不回来 你现在不趁早立威 以后她肯定骑到你头上去 你要是个男人 就狠狠地抽她 以后她肯定乖乖听话 隔着门板 我都能想象得出来 此时她摩拳擦掌 越越遇是的模样 陈明显然也心动了 没有再反对 我挑了挑眉 有些好奇 陈明刚真敢对我动手吗 陈明不敢 她出来之后 见我坐在沙发上 眼神明显心虚 婆婆紧跟其后走了出来 站在她身旁 从我的角度 刚好看到 她对了对她的腰子 陈明面露难色 支支吾吾地开口 慢慢你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 嗯 那个那个 见她像是挤牙膏一样 我看着挺累 指了指桌子上 我刚买回来的水果说 没事去把水果洗了吧 陈明还没说话 婆婆就忍不住了 慢慢你怎么能指使我儿子干活 那不然呢 我单手脱腮 一脸无辜 要不你去洗也行 你 看着婆婆气得要死的模样 我脸上笑容更甚 拍了拍手 站起身说 逗你玩的 妈 你是长辈 我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婆婆闻言 脸色舒缓许多 眉宇间隐约透着一股得意 仿佛在说 看吧 她爸不在这儿 她也不敢嚣张 我不多言语 拿着水果进了厨房 洗干净 随后端着进了卧室 反手锁上门 不用你们洗 自然也不给你们吃 嘿 气死你们 等到我从卧室出来的时候 已经晚上了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饭菜的香味 但是我知道 没有我的份 或者有 但是需要我主动上前去试好 像是乞讨一样 我才不 我直接走过去 盛了一碗饭 坐在他们旁边 拿着筷子开始吃 有本事他们就拦了不让我吃 哦 他们还真的有本事 慢慢 你怎么也吃了 婆婆一脸皮笑肉不笑地问道 大概是因为 这些菜是我爸买的吧 我如实回答 她的脸又黑了 她想成名 我也顺势看过去 这才发现 她竟然喝了不少酒 脸都红了 眼神看着也不是很亲民 儿子 你看看她 什么态度 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可是你妈 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就等着你娶个媳妇回来伺候我呢 谁知道她是这么个货色 早晚有一天我得被她气死 你要是我儿子 就别灌着她 好好给她立立规矩 让她知道 咱们陈家的儿媳妇 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我听了她叙叙叨叨 没完没了 余光撇到陈寗的脸色越发难看 很显然 她生气了 或者说 她早就生气了 一直憋在心里 没机会发泄出来 如今终于有了机会 又借着喝酒的油透 俗话说得好 酒壮耸人胆 清醒的时候不敢对我怎么样 但是喝醉了 就不一定了 果不其然 陈寗猛的一拍桌子 指着我的鼻子臭骂 刘曼 你够了 别给脸不要脸 现在 立刻 马上向我妈道歉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婆婆在一旁 也装模作样的捂着眼睛哭了起来 雷声大 雨点小 我微微一笑 你想怎么对我不客气 大概是我漫不经心的态度 令她更加的恼火 当即她扬起手 朝着我的脸 狠狠地抽了下来 陈寗猛住院了 被我打的 她的母子俩 都以为我是那种 不堪一击的小菜鸡 挨打了也不知道还手 开玩笑 我从小就没了妈 我爸虽然对我极尽宠爱 但是他一个大男人 终究是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很多时候 我只能靠自己 有同龄人欺负我 我挨了打 长了记性 下次我就会打回去 一来二去 我的伸手练得挺好 一般人打不过我 尤其是陈鸣这样的妈宝男 被他妈含在嘴里 当宝贝似的 护了这么多年 虽然长得人高马大 实际上就是个草包 我一脚就把他踹地上了 一顿拳打脚踢 他就只有挨揍的份 打得差不多了 我停下来喘口气 余光撇到婆婆 他吓得脸都白了 脚不裂切地往后退 颤抖着唇 你 你打我儿子 就不能打我了 哦 我咧嘴一笑 顺手的是 我刚一仰手 他熬的一声 两眼一翻 身子一软 就倒在了地上 吓晕了 就这 我撇了撇嘴 一脸嫌弃地打一二零 夫妻一场 这是我谨慎的善心 陈鸣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回来了 因为花的是他的钱 而且医疗保险不给报 他肉疼 回来之后 他就吵吵着要离婚 我当即点了点头 可以 陈鸣本意只是想要吓唬吓唬我 以此来威胁我 却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干脆 他一下子就懵了 婆婆也傻眼了 看着我欲言又止 而我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推到了他的面前 看看这个 要是没什么意义 就签字吧 陈鸣脑袋摇得像是波浪鼓一样 不行 我不同意离婚 说着将离婚协议撕了个粉碎 我不以为然 又掏出来一份 没关系 我准备了很多 够你撕的 只要你愿意签字 我保证让你撕到爽 刘曼 你不要欺人太甚 陈鸣气得咬牙切齿 多大点事你就闹着要离婚 你当这是过家家吗 我皱着眉 有些不明白 不是你一进门就吵着 要离婚吗 怎么成我的错了 陈鸣有些语色 我那是 那是 你是想用离婚威胁我 想要让我低头服软 是吧 我好心的帮他说出来 神情平淡 不好意思 我天生不喜欢服软 之前服过一次软 结果让我并不满意 同样的错路 我不会再走第二次 见我油盐不尽 陈鸣恼羞成怒 又开始威胁我 你信不信我报警 你这是故意伤害 那你去吧 我耸了耸肩 不以为然 我问过医生了 你的伤看得吓人 都是轻伤 就算是告到警察局 他们也会按照家庭纠纷来调解 况且 让别人知道 你被自己的老婆 坐到医院去了 不觉得丢人吗 看着陈鸣表情难堪的样子 我笑得花枝乱颤 我下手有分寸 泄愤是泄愤 闹出事来就不好了 为了他们赔上我的后半生 太不值得 只是陈鸣还不想放弃 转身气呼呼的回了房间 婆婆深深的看了我一眼 紧跟着也走了进去 我不好奇 这母子俩又要谋划什么 反正这婚 我离定了 姑妈突然来了 带着七大姑八大姨上门来了 我有些没反应过来 你们怎么来了 也没提前和我说一声 姑妈板着脸 一脸凝重 我们再不来 事情就麻烦了 听到这话 我皱了皱眉 心中冒出来一个想法 该不会是陈鸣把他们找来的吧 事实证明 就是她 昨天她悄悄的给姑姑打电话 只说我们之间闹了一些小矛盾 我就闹着要离婚 其他事情一概没说 不过我也理解 这些是说出去 她的脸能丢到二里地外去 理解归理解 我不接受 那那你怎么回事 之前好不容易答应结婚了 这才过了多久 竟然就闹起离婚来了 婚姻可不是儿戏 可不能任性 姑妈刚一坐下 就拉着我的手 口口婆心的开始劝起来 话里话外都在说我的不是 要不是和她认识了小三十年 我都要怀疑 她是不是陈明的姑妈 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向着自己孩子呢 姑妈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还能是什么事 不就是夫妻间办了几句嘴 吵架了吗 姑妈摆了白手 不以为然 其他亲戚也是一副 见怪不怪的模样 我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 慢慢地转到一旁 陈明也正看着我 眼底藏着得意 仿佛笃定了 拿捏到了我的软肋 那她简直是在想屁吃 姑妈 所以你们不知道 她要动手打我的事情了 什么 动手 姑妈闻言 脸色有些难看 瞪向陈明 后者当即摆出一副 可怜无辜的模样 冤枉啊 我就是吓唬吓唬她 可没真的打她 反倒是她把我揍了一顿 伤到现在都还没好呢 姑妈听了 看向我时 目光中带着谴责 慢慢 你一个女人 怎么能随便打人 快向陈明道歉 也别再说离婚的事情了 多丢人啊 你不是小孩子了 不能再任性了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也得想想你爸 你就让她省点心吧 我听了只觉得可笑 离婚丢不丢人 我不知道 谁和傻屁睡一个床 谁知道 慢慢 你 姑妈 这是我的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 见我态度冷漠 姑妈觉得背下了面子 脸色也难看起来 皱着眉 满脸不悦 流慢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你不领情也就算了 那你爸呢 他含心如苦的 把你养这么大 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 你就不怕他含心 我 什么含心 我闺女受欺负我才含心 门外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 我心里一颤 猛的扭过头去 只见我爸站在门口 气喘吁吁 望向我时 他脸上的疲惫都化为了疼惜 我的漫漫 受委屈了 我一下子红了眼 陈明和婆婆 迷离按理挤对我 我没哭 她想动手打我 我也没怕 甚至姑妈他们不理解我 我也不在意 可是当我看到 我爸满眼心疼的时候 我就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 眼泪止不住的流 其实我也会害怕 也会委屈 只因为面对我最亲的人的时候 我才会展露 内心最柔软的部位 姑妈没想到我爸来了 有些诧异 大哥 你怎么来了 我爸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抬眼看向他 满脸不愿 我要是再不来 我女儿就要被你联合外人欺负死了 姑妈表情十分尴尬 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怎么会呢 我也是为了慢慢好 为了你好 不需要 我爸拒绝的斩钉截铁 日子好不好 只有本人才知道 慢慢过得不快乐 不管他是结婚十年还是一天 只要他想离婚 我绝对不会反对 当初我就做错了 没拦住你们 催他去相亲 如今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 谁说结了婚就一定过得好 离婚就一定不好 我相信我的女儿 就算他一辈子不嫁人 也是最好的 我也能养他一辈子 我窝在我爸的怀里 哭得泣不成声 其实我没什么好的 就是个普通人 但是我有一个满心满眼疼爱我的爸爸 他就是我的神明 是我的一片天 我和陈明离婚了 过程不是很顺利 毕竟他不甘心 婆婆也不想就这么让我走 磨磨叽叽 没完没了 我实在是烦了 举起手 当下他们就老实了 玛丽的签字离婚 至于财产分割 也没什么太大的矛盾 当我拿着离婚证回到家 一打开门 我爸已经做了一桌子的菜 都是我爱吃的 来 闺女 祝贺你重获新生 我举起杯 和我爸碰了个杯 我不能保证我以后 会不会遇到喜欢的人 会不会再次踏入婚姻的殿堂 但是我绝对不会再勉强自己 我的人生 要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